中前鎮凱德街 这块用铁皮围起来的地 猜猜看要多少钱 新工处花4350万元买下 拿来做一条42米长的巷子 整个工程4607万元 高雄真的发财了吗 大撒钱买地盖小巷 让议员质疑 为什么会要用4700万的费用来看一条 其实不会节省多少时间的道路 这个4607万元的工程 土地费4350万元 施工费208万 设计建造费22万 公管费7万 奇怪的是地上物补偿费20万元 但空地上啥都没有 没房子 没作物 只有空气 到底是要补偿什么 以花4600万来讲 这样应该是没有必要 有得方便对了 还是说差一堆而已 实际测试从凯德街这头 绕较远的一条路 到县德路的另一头 用走的大概也花2分27秒而已 这条42米长的预定巷子 大概也得花30秒走完 真的没有省多少时间 都是以市价来争够 所以土地费用会占绝大部分 道路的开辟 它一定会带给地方交通上的便利 新工处表示动用的是 平均地权基金用在重华区向道开发 不用放在年度预算接受审查 但再仔细拿出地图看 凯德街和县德街中间 开通这42米长的8米向后 大概只能帮居民节省一分钟车程 因为旁边有两条路 绕200公尺也会到 等于花4000万省一分钟 新工处一花 就是4000多万豪旗买地 做这条路的急迫性或必要性有多大 是否总是说财政困难 当然不免让人质疑 钱真的有花在刀口上吗 新闻新闻秋上古皮仙高雄报导